大家好 嗨喲 將 我們今天就要再次的挑戰一下美大斯達拉 究竟是不是又不是露營魔咒 我記得帶記憶卡了 好 我這次呢 要帶了幾張我們上次在東京獲得的卡來啦 這要有我的阿噴 好 這樣來還是 右上角那邊有一個活動 他現在有UB 又直接異獸在登場 我還蠻誰啊 旁邊那個韓國小的傻眼 哇 不錯 他一直拔出驚呼 原來韓文的拼音跟日文是一樣的 他剛剛以為是我遇到的怪物 抱歉是我自己帶的喔 我在網路上查大阪梅田店呢 所以這邊現在有一個event 說是可以挑戰阿爾宙斯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遇到 太驚化 算一波 太驚化 太驚化 在旁邊拍Program Center 然後聽到這個熟悉的開集聲 旁邊超多小朋友都在玩 這個是沒打掃的 對面我 usar半邊讚阿爾 好可愛哦 好可愛喔 對面的深度 可以排佈了 我明明還可以排列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可以排列 我才可以排列 太驚化 好可愛喔 然後去排列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再來 對面的 我們修正以前的 喔喔喔喔 連擊 連距攻擊 喔 高擊球 喔喔喔 他拼了 鬼君 旁邊小孩真的好哀喔 變龍 支援包裝變多龍 蒼煙嫩鬼的Gorgeous 意圖使人繼續遊玩最後一回合 原來帕迪亞的寶可夢已經登入Metastar了 花錢買希望 哎呀 又是超級熟 啊 電龍你怎麼 他的Gorgeous就會像這樣子有燙金 可以挑戰兩次 我是成熟的大人 我們現在隔壁台有人玩 我們直接再來一把 據說有夥伴的時候 機率會比較好 我們的夢想嘛 記憶卡加成 旁邊的小朋友一直在點畫面上 還是有一個 點了就會抓到嗎 我來看看喔 喔他真的抓到了 要選當然選這個五星的 五星 五點喔 告訴你們一件愛上的事情 剛剛打了兩把 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樣 有什麼事發生嗎 左邊跟右邊的玩家 都出了Legend 或是六星的 Superstar卡 我剛剛再去換完零錢 然後看了一下其他的機器發現 現在好像只是我剛剛玩的那一台 還有顯示他有可能出現Ultra Beast 其他都沒有在顯示他可能會出現Legend 還是什麼的 就我決定再挑戰一下那一台 那沒有的話我就換地方 因為這邊還有很多機台在別的地方 剛好小朋友打完了 換我換我了換我了 換著訓練家隊打 他擁有的寶可夢是上面那四隻有沒有 強度才一顆星耶 好不要 有六星啊 然後還有我喜歡的 暴鯉龍 那肯定是選右邊這一隻 好那現在就是又是要花錢買夢想的嗎 太金的暴鯉龍抓一抓 等一下會把六星放出來了呢 這個卡利歐會不會出現呢 為什麼那麼突然 可比剛剛抓到了六星蓋歐卡耶 我右邊的這一台為什麼運氣真的好 我是某種幸運女神是不是 那是草叢出的 在我旁邊玩Metastar 運氣都不錯 要在我旁邊玩Metastar嗎 欸有交換機會耶 好我換 運氣好的話這一回合就可以 把暴鯉龍抓起來 哎呀 把我換 把我換 變四星好一點吧 但我剛剛已經有一張GoJazz了 沒有亮晶晶的版本 沒關係我們還有延長回合 喔喔喔喔賭蘭秀 果然 再給我一回合 把我交一個強力的夥伴 等一下這是什麼 喔二十大王二十大王 喔我花了多少錢堆出來的二十大王 最後一回合 我們的記憶卡也快滿了 相機也快沒電 因為都沒有刻數 看起來都很複雜 反而是我被刻喔 啊 又是你 其實這次只帶三張卡 我也是想說 我們還在打別的卡嗎 殊不知 今天是出師不力啊 啊 Ghetto Time 哇沒有沒有救急球 沒關係我還有一百塊 再見了賭完熊 我覺得我們還是適時的 跟轉蛋一樣先駐守 接下來再找一下附近的Mesastar 看適不適合拍攝 又現在移動到大阪梅田車站 旁邊移動 有東巴士カメラ 還有叫Links 就Links梅田 就是一個供構大樓 我發現這邊有很多Mesastar嘛 而且它上面還是有寫 就是Altra Beats的出沒中 我就看到有兩位玩家 他們有遇到 就我上一次第一次玩的時候 遇到的連動 然後也抓到了 看到剛好有 玩家旁邊位置是有空的 我就要去補他的位置 跟他一起 看有沒有機會 連動一下 設一下上限 我想 就三把 三把沒有我就真的要回去了 因為再不回去 可能藥裝店要關了 大阪這邊店也太早關了吧 超多店可能8點9點就關了 我們住了新災橋附近的福士店 很多到8點 藥裝店可能到9點10點 那最晚就是11點 現在已經7點 我才剛投完畢 旁邊的疑似上班族的人 他就撤退了 現在呢 旁邊有空位的人 一個旁邊坐的是他的家人 一個是日本人 現在發現 這個Altra Beats全部都是亮晶晶的 有20道王虛無一的 我想要20道王說 有派出我精友的三隻 為什麼我只帶三張呢 那一次出現了夥伴 包括莫古文巨星2 人家旁邊的人 都好認真地在挑俗信 我就走這散場 上面呢 他們這一家是可以 把你不要的Tag留在這裡 剛剛就把不要的亮晶三星啊 全部丟在別的那個卡里 欸又有交換機會 然後這裡很特別的是 它有微信支付跟LinePay 還有支付寶欸 太神奇了 但不知道這邊用LinePay 會不會判算 好 兩季樓 你頭幹掉 呃 呃 呃 喔 終於 都打到了 我抓 攻擊球 喔 喔 等一下這不會是我 來日本的第一支武器 啊 打得這麼多把才第一個無限 喔 旁邊玩家現在也在丟 它會出什麼呢 當然是 神靈蜥蜴 喔 我們三隻都抓到了 喔 補捉的機會 嗯 要一百塊買希望 再來一次 喔 喔 這邊是好的開始欸 讓我覺得我開多阿幾把吧 草叢就噴了一個六星欸 我拿到閃亮亮的虛無依德了 但我的二十大王呢 漂亮喔 完全不管後面積分了 抓到虛無依德啊 旁邊的玩家也開始了 他出的是雷雷石 他抓到雷雷石了 我有Bonus Chance欸 我終於第一次 這就是抓到了 Uperstar的威力嗎 國屬 喔 喔 這是未來一種 這是什麼 鐵色機 是在讓虛無依德上場 好 真沒想到我們第一把 就五星又六星 直接讓你上場 他沒有任何效果 哈哈哈哈 這邊有寫欸 就是你的旁邊 有人在玩的時候 他的Bonus的機會 比較好 童年開啟 喔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雷雷石到自己來了 三種 偏偏來了兩種 都不是我想要的 喔有時候都會忘記 幾句話 要先集氣 他才會出現比較多 機會 幾句話 要集氣 他已經不用了 有連結另外的按法 又不一樣 我們進入Bonus為和 喔 他居然還有賣周邊 讓你的太金話 是百分百發動的 太金跟幾句 沒按到是會失敗的 但我們剛剛在看那個周邊的時候 雷雷石被打倒了 啊沒有按到 我今天就是也都沒按到救助球 我看到是必定抓到的感覺 好啦你五星 但我想要雷雷石 喔來了 火焰狙 五星 亮晶晶的 這個機器上面像這個就有寫 它是五字線 銀彈夠多 錢夠多 你就可以一直玩 一直玩 那有一種會寫交代制 一場你就要排隊換人 再換人這樣 剛剛就發現這裡有個說明 會排出的那個Tag 彈珠在遊玩前 會在畫面上面顯示要確認 喔好是戰術 是這個 就像這個是第二彈 如果今天開始更新第二彈 但它裡面還有第一彈的卡 有可能會這樣嗎 艾莎雷雷石 跟 二十大王 啊果然現在又沒有出現 那個bonus的chance 喔這個金灘號是什麼 又是你 我記得我第一次玩 都是因為我找訓練家對戰 才剛要開打 結果我旁邊的就出現了聯動 我們就可以一起打的 捷克蘿木 這什麼呢我在這樣子欸 還剛好給我大中小 三種尺寸 最大的 五星的太陽珊瑚 五星燒奈朵 五星 他已經燒奈朵欸 拿到新的徽章 啊就有點像你的成就徽章啦 你可以掛什麼徽章 讓別人看到你的那種感覺 好我要換這個 各位 Ryu回在飯店啦 在壞錢 我真的就直接把四星一下子 都留在現場了 其實我上一次打那個時候 我是有把它帶回家的 我覺得我真的不會帶 星數太小的夫們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啦 我們先從Ryu在寶可夢中心打的那四場 我有帶回來的卡 跟我們今天打到的四星的卡面 是一樣的 只是因為他做了閃卡的設計 所以他就變成了豪華 Gorgeous Gorgeous 上面這個就是我 在寶可夢中心唯一一張五星 為什麼會說 就是會需要五星影像 就是因為 這個卡番號側邊來看 就可以看到它的編號 它的名稱以外 底下有沒有這個顏色這裡 電龍它有一個圖案 就是這個 Mega 可以在遊戲進行中 進行Mega的電龍 所以可以看到右邊有圓形嘛 Mega進化就會變成我們中間的這個造型啦 這邊就是Ryu在另外一間店 才三把 打到的結果 不覺得沒有比較 真的沒有傷害 這邊一邊是五星嘛 今天打到這兩張熊英尾牙跟鐵特技 也是第二彈性加入的夥伴啦 以及最近剛更新 不能說更新 變成這種Legend特殊 閃卡造型的 然後側邊嘛 來看一下喔 有沒有看到有人是有圖案的 來我們先把沒有圖案的拿開 沒有圖案呢 就代表它沒有Mega沒有級距 就是沒有什麼特殊的 像秀伊的底下這邊是空的有沒有 欸它也沒有辦法有任何級距啊 或是太金化之類的 山泰朵的這個圖案呢 就是太金的圖案啦 你看我們的封面有沒有 太金超能屬性的山泰朵 剛好我們今天還真的是拿到不一樣的 這個呢 就是Ryu今天一直在使用的 幾句話 幾句話的LOGO 再來這兩個呢 影片裡面一直沒有示範到的 火焰機的這個圖案呢 它就是叫Chantuck 可以在別的寶可夢啊 進行攻擊機的時候 它也一起同時攻擊 有一種連鎖攻擊的感覺 這一隻螺絲雷朵呢 它在側邊 這一次有一個藥丸的圖案喔 為什麼是藥丸我也覺得很奇妙 這張卡的特殊的技能呢 就是在羅斯雷朵進行攻擊的時候 踏兵人偶會有機會 不是必定發動喔 有機會加入攻擊 我們今天還有一張沒有拿到 就是雙重招式 叫Daburu Waza 其實有不少的角色是有雙重招式的 上次我來日本的時候玩到的是 蒼翔還是 薩瑪蘭特 Daburu Waza 就是進攻的時候呢 就可以直接使用兩個招式來進攻 它是一個橫的轉盤 跟我們集聚化還有太晉化的版面 是不一樣的 這一次Ryu來日本待的時間也比較短 目前看來已經可能沒有時間再去打了 除非不睡覺 這邊有一些Game Center居然是開24小時耶 只要它不把那些大型機台斷電 我想寶可夢Mezasuka 應該是才可以打24小時 應該沒有人這麼瘋狂啦 除非它想要 比如說來日本玩 就把這一彈全部收集完的話 才會這麼瘋狂吧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篇日本人的文章 就在講說如果你要把一彈都打到 大概要花多少錢 還有這種分析也蠻有趣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Mezasda影片啦 不知道下日什麼時候還有機會去日本玩啊 希望下日我就可以收集Daburu Waza 我想要把畫出技能的都收集到 特別想要收集這種紫色Legend的 或者是那個Superstar的六星卡 特殊有不同能力的我也很想要 那大家喜歡影片 記得趕快按下喜歡 以及訂閱我們下次的影片見 掰掰